這個跑道應該有多少容量 那這個滑行道停機品應該設多大 所以我們這禮拜先跟各位談整個的這個軟體運作的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後面再看到它的容量到底是多大怎麼來計算怎麼來設計 因為那也是我們考試範圍 那也是考試範圍 所以他都有提到 但是那個不難我們都會從管理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們這邊有這樣的設施之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面在這樣的設施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航管的操作 我們怎麼樣讓飛機在停機品停告之後 然後到滑行道然後到跑道去這個外回行 那甚至反方向進來也是一樣的這種道理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航管的這個管制 以維護安全 以維護安全 所以我們航空站的設施有這個空測裡面 有這個runway有這個testway 有那個停機品還有住房設施還有空域的領域 那路側這邊有航站大廈 貨運中心對外聯絡系統還有公共服務設施 那航站大廈裡面有這些航空公司的櫃台 證照、茶園、安全、茶園、海關、檢疫、行李盤 所以我們之前這個航站大廈非常忙 因為很多的這個國外進來 那要檢疫什麼之類的 最近就比較 每個國家都封起來不太進來 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多少人來進出 沒有多少人 但是我們防疫措施還是要做好 那在貨運中心這邊有所有的 禮貨區、倉儲還有報關、檢疫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主要來看一下 那航空站的這個平面到底有哪些 那航站它的形式它有一個就是遠端停機式 這個就是航站大廈在這裡 然後呢它就是兩邊 這個跑到這停機坪 飛機就停在那裡 停在那裡 就兩排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這個所謂的現行前內式 這是一整排 然後飛機這個停靠 那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有時候這個是像這個 因為機場不是很大 但是飛機很多 所以只好航站的設計排兩排 排兩排 那這個是現行前內式 這個機場規模也還好 但是飛機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這航站的設計 那再來就是比如說你航站比較大 它就是高密度的前內式 就是高密度的前內式 這個是比較這個 佐福式的這個機場 它比較會做這樣的設計 這個飛機相當的多 然後它這個機場也過大 很多這個航班來這邊做轉機的動作 轉機的動作 所以你就這樣設計 那後面啊 它那個紫狀長堤室啊 或是衛星室 那個 這種機場又更大 又更大 那如果沒記錯 應該倫敦的機場就屬於這種方式 大概是這種方式 那那個 衛星室 衛星室這種方式就是有很多這個 它有時候國內線啊 然後呢 國際線都在這裡 然後呢 它把它做分區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有去莫斯科 莫斯科那個 它那個一個機場 就有七個航廈 七個航廈 都在那邊 衛星室 這種方式 所以 這個是我們來看就是 一個機場 它有不同的這個形式 這個形式 我們要了解它的形式之後 我們會後面來看 我們怎麼來設計它的容量 因為 也就我們的容量是看 一個機場裡面 一年有多少架次的起降 多少架次的起降 好 接下來我們有這個 垂直的概念 就是有這個 路線啊 航廈之間來分層 來做分層的這個動作 那 有些它本身地比較小 所以它就要做分層 再做分層 像 像我們那個高雄那個小港機場 它那個 低層的就是那個 一般的這個 國內線 那比較高層的就是那個 國際線 它有做這樣分 有些航空站它有這樣分 就是 分層幾層 那這一層是非東邊 這一層非西邊 然後下一層是非南邊 這樣子分 因為它面積不夠大 就只有做這樣垂直的設計 垂直的設計 再來我們看一下就是 跑道的配置 那跑道配置 我們有單一個跑道 那我們有兩條平行的跑道 兩條平行的這個跑道 那像我們這個南北跑道 但是它沒有辦法同時去做起降 它不是獨立式 所以它 它會分開 它會分開 那當然這個是兩條平行 它就是來看 它的這個土地面積 來看這個的寬窄 這個寬窄 那當然也有階梯式的 階梯式 如果你土地面積 夠讓你設計階梯式 比較好起降 它可以比較同時運作 但是這一台飛機 這個飛機 它起飛之後 這個就可以起飛 或是可以降落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它分開來 那甚至有這個寬軌 這個兩條平行的 那甚至有這個交叉的 交叉的這個方式 一條跑道做起飛 一條做降落 把它做分開來 那這個當然這個 也相對這個面積也不是太大 那如果你比較大一點 就是更安全的 你就是用這個八字型的這種方式 八字型的方式 再來是我們第17A 再來是我們第17A 就是我們從跑道 再搭配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航站 它的這個航站下去 它的航站下去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這個機場的這個設置 機場設置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找世界的這個大的機場 我們用Google Earth 或是Google Map 你就可以看到 它每個機場的形式樣式 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形式 好 那我們了解這個機場的這個 硬體的形式之外 我們再開始再看 那飛機它怎麼做淨離場 怎麼做淨離場 飛機它就是飛到我們的這個 飛航情報管制區 就是類我們的管制 大概離我們台北 大概一百多公里 我們就開始做管制 開始做管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飛機淨離場的這個流程 這個回去自己練習畫一次 練習畫一次你就知道 這個以前也考過 飛機怎麼進離場 旅客怎麼進 旅客的動線 我們後面會講 我們會講 這個之前都有考題 考過這樣的一個題目 所以這蠻好記 你就自己 如果有曾經有出過經驗 自己跑跑看 自己就知道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 航道管制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在進到我們的 飛航情報管制區 那就有航道管制 再來是 終端的管制 那我們再有所謂的進場管制 那我們再有所謂的進場管制 那如果我們現在目前啊 飛機太多 沒有辦法降落就 其實你在什麼 飛機上 在空中去盤旋 去照 去照 當你把油料 快用完的時候 趕快呼叫塔台 所以油料快用完了 它就會讓你降落 除了它比較空的這個 飛機 所以 它會在那邊這樣降落 然後 降落是冷帶 所以你就在那邊飛 在那邊飛 所以有時候 你沒辦法降落的時候 像我們之前就曾經遇到 就是你快要降落的時候 遇到颱風 遇到什麼之類 那 有時候會到別的機場去 可能到新竹 甚至有一次還有人 就飛到大陸去 因為 就是因為天后的關係 沒有辦法降落 所以就 只能到鄰近的機場 鄰近的機場 鄰近的機場 那再來通過定位台之後 我們會有這個塔台的管制 那再來就是著陸 然後脫離跑道 脫離跑道之後到這個 滑行道 然後再到停機坪 到停機坪 那客機下來 然後獲卸艙 那這個就完成了一個 進場的這個程序 進場程序 所以 飛機降落之後 它到跑道 然後到滑行道 到停機坪 對不對 在指揮 讓它到適當的位置 停機坪 那它當 當那個 離輪檔把它擋住之後 它就整個 關機 然後那 旅客下機 旅客下機 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 反方向 反方向 左邊這邊就是進場 然後呢 那個 右邊這邊是離場 離場時候當然就是 旅客登機 貨運登機 然後離開停機坪 塔台管制 進入這個 溫機坪 然後呢 就看如果起飛的時候 那它就讓你起飛 不然你就一直在溫機坪那邊等 溫機坪那邊等 然後再進入跑道 然後拿起飛 然後到進場管制 中南管制 航道管制 這樣一個程序 這樣一個程序 所以你只要機一個程序 反方向就差不多 但是 這個程序自己要跑跑看 自己要練習一下 好 再來是我們看到 第十八頁 這個 旅客出入境的程序 喔 我們飛機到達之後,你可以下機,然後經過檢疫 各位,我們現在目前都有那個感應器 還有那個叫什麼毯 那個消毒毯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走過去 趕一下如果不發生紅點,就可以順利走過去 對不對,那是初步的檢疫 那再來就是入關的證照的查驗 那我們現在目前有人工的這個查驗 還有什麼自辦那個通關 自動通關的方式 那在自辦通關之後,你就可以去提領洗禮 提領洗禮出來的時候,海關他在檢查 他那邊有一個紅色 就是你有些東西要繳碎的 那有些東西是綠色,你不用繳碎的 你就可以走過去 那海關就會有時候會抽檢 有時候會看到說 你這個神型很自若的時候就通過去了 所以 酒也不能帶太多 煙好像只能帶一包 但是你帶兩條是OK的 它不會扣碎 但是不要帶太多 酒好像是好像一公升還多 就是也不能超過 就超過一點點,它不會太那個 那你不要把那個 在紐西蘭吃的蘋果要帶進來 那就不可以 只要有種子的東西 那是不能帶進 那所以我們在整個入境的時候 旅客是這樣走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行李 當你飛機到停下來之後 我們那個很多行李車 很多搬運工 就會去輸送帶 整個去卸下你的行李 然後輸送帶 所以我們會到行李轉盤那邊去等 行李轉盤那邊等 那有些過境的旅客 就到另外一個貨機室去 貨機室去 那麼反方向 就是我們先出境的時候 先登機貨機室 然後安全檢查 那出境了這個證照 查案檢疫行李 然後這個好像貨 應該是說 我們應該是從上面下來 然後旅客行李大塔 然後報到之類的這個 到出境 到出境這樣的一個方式 接下來這個是 出入境的程序 所以有時候他會考就是說 大概整個出入境的程序是什麼 這個並不難 你只要亂過一次 亂過一次就大概就知道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 航空貨物的這個出口的這個程序 那通常我們在上飛機之前 你就先把東西運到這個機場的附近 或者到機場裡面 那他這個 那他這個 貨主的這個卸貨之後 點收進艙 然後再來貨物過磅 然後分類的這個存放 看你是什麼樣的價值 什麼樣的這個存放的方式 存放方式 那當然這邊會有海關的這個查驗 海關的查驗 那有些會免查驗 免查驗 那有時候是我們國內 有些比較優良的廠商 或是比較有經驗 所以他就可以免查驗 或是這些商品就比較單純的 那驗幣之後呢 他就會到這個申請書 然後進入到倉單 然後貨物出倉 貨物出倉 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 第19月這個是進口的流程 進口流程 進來之後呢 也是一樣 就是到點倉之後 然後呢 分類處放 然後呢 這個 海關檢查一下 有沒有這個 需要扣稅的 如果有需要扣稅的 要去查驗 查驗 那這個 要去繳稅 繳完稅之後 你就可以去提禮 所以像之前有人那個 寄BMW來 然後呢 或是賓士車來 然後呢 那個 稅金太重 稅金太重 然後那個 貨主那個經營不散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提禮 所以 誰看能夠去把那個繳稅金的話 他就 他就可以把汽車領走 所以那 當時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接下來 這個是我們大概是 了解一下機場的設施 還有這個整個運作流程 所以大家知道 他的配置 他的流程 自己亂過一次 這個跟我們未來 在整個 飛航管制 還有就是在整個 容量的設計 容量設計 還有就是整個 非常安全 這個地方都有相關 都有相關 所以這是我們的 基本知識 我們要去做了解 再來就是我們 談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 航空的飛航管制 好 第一個 他的航空的飛航管制 他的定力 各位一定要把它記下 他是我們在飛機 在機場 或是空域 能夠安全 有效率的 飛航的系統 所以我們的運據 就是飛機 我們在哪裡 在機場裡面 甚至在起飛之後 在空域裡面 都能夠什麼 安全跟有效率 所以我們在運輸裡面 最重要就是安全 之後才會有效率 或是經濟性 便利性 之類的 所以 這個是我們在 非常管制的 這個部分 那我們的基本原理到底是什麼 基本原則 我們有所謂的垂直隔離 垂直隔離 垂直隔離 我們有以一個 兩萬英尺 兩萬九千英尺 在上面我們最小隔離 在下面我們最小隔離是一千 因此 在上面是兩千 因此 但是現在 為了因為整個飛機太多了 所以我們希望 上面把它改成一千 改成一千 所以這邊有寫 就是在台北飛行情報區 這邊 我們已經實施 所謂的最低垂直隔離 來增加空運的容量 增加空運的容量 那 所以我們這邊 它那個 有寫的飛行空乘 FL FL就是空行空乘 再來是所謂的 左右隔離 左右隔離跟前後隔離都一樣 都是怎麼樣 那兩台飛機距離我們的 這個雷達設施 是40海里 一海里是1.8公里 1.8公里 所以在這樣1.8公里的這個 40海里大概乘以2 大概80公里吧 大概80公里之內 我們要彼此之間 大概72公里 大概72公里 大概有3海里以上的距離 然後在72公里以上的 我們要5海里以上的距離 那前後隔離也是一樣 前後隔離也是一樣 就是在距離雷達設施 40海里以內 前後隔離3海里 在40海里以上是前後隔離5海里 這是美國這個聯邦航空總署 或是叫美國航空總署 FAA 他們所訂定的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 再來就是我們系統的組成 我們在整個飛行管制有幾個系統 第一個我們有這個 空中的交通監視 就是我們來監控 這是空中到底有現在多少飛機 即將到達 那目前他到達的情況 那他的這個流量到底是多少 再第二個是通訊設施 飛機到達之後 我們有這個通訊設施 所以因為他很多都是無線電 所以我們要求旅客 上到飛機 飛機要起飛的時候 就不能走 就要關機 下降坐的時候也是一樣 避免這個通訊的干擾 避免通訊的干擾 再來是駐航的設施 因為有時候這個天后不良造物 所以像那個金門航空 金門那個航空站 或是澎湖 他們一造物的話就根本就沒有辦法起飛 因為他沒有導航系統 他沒有導航系統 沒有駐導航系統 那再來是氣象的資訊 台灣的氣象資訊非常好用 我去那個香港他們那個 前三大的那個海運公司 都用我們台灣的氣象資訊 他們覺得說我們的氣象資訊比較準 比較準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設施 很多錢在這裡 因為我們台灣的 台風太多 台灣太多 那飛航規則跟程序 所以我們怎麼來做降落 怎麼來降落 所以我們的飛航管制系統的操作 主要系統模式 第一個我們只有通訊 只有通訊 那沒有這個助航檔設施 那再來我們有初級的監視的雷達 如果有初級的監視雷達 他就可以在他的螢幕上就會顯示 那個飛機會有紅點什麼之類 那他移動的方式都可以知道 所以飛機的位置可以自動顯示在雷達的螢幕 讓這個管制員確認這個雷達目標 讓跟這個機長報告之後 飛行的高度 確認他的高度紀錄下來 那他就可以順利引導他的降落 那再來是一個次級的監視雷達 這又比較高級的 所以他可以飛機的確認位置高度速度 都可以電腦裡面可以顯示出來 可以顯示出來 那再來是一個Model S的Data Link 這個就是我們的資料流 資料連結 我們更加的這個訊息 所以我們可以有電腦控制 電腦控制 所以可以之間傳遞訊息 可以更加方便的 讓你這個自動的這個導航的這個方式 自動導航方式 所以我們在整個飛行館管制 就是有這樣的四種模式 四種模式 那我們在這裡面有一個叫做 那個Fly Information Region 就是FIR 就是我們的飛行情報管制區 在台灣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飛行情報管制區就是提供情報的服務 還有執行鎖住業務的火化電的區域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是 台北飛行情報區 我們上面是琉球飛行情報區 下面是香港飛行情報區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再來就是我們有飛行的規則 飛行的規則 那飛行規則我們分成兩種 一個是VFR 這個是木式飛行 這個是木式飛行 這個叫做VFR 那有一個是移器的飛行 那有一個是移器的飛行 那當然這個用移器非常比較 所以移器的飛行又分成三種 一種叫做CAT1,CAT2,CAT3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這個 因為雲層天候狀況不好 所以我們要駐打航設施 可以來進行起降 那所以像那個台灣機場 除了像刮颱風、下大雨 非常大的大豪雨之外 飛機比較沒有辦法起降之外 其他應該都可以 但是我們這個比較小的機場 就比較沒辦法 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我們這兩個 儀器的這個非常的規則 再來是我們看一下 那飛機一般的實際上 在運作的方式 我們的這個整個機場 飛行管制隔離的這個規定 隔離的規定 我們看到22頁 然後我們看到 是可以随應 空替 只有這個 坐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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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飞航管制隔离就是有一个离场隔离 离场隔离就是你飞机本身在那边停等 你必须要让一台飞机飞离到一定的距离之后 你才可以做起飞才可以做起飞的动作 所以我们要在整个先前落地的航空机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到了端点之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个隔离 才可以做一个飞行的动作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交叉跑道隔离